今天要讲一个小明的抉择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小明是五月天的超级粉丝 这一天小明跟好朋友小华正在看电视 电视播出五月天要开演唱会的消息 耶 看到了 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看哦 票很难买哦 我们分别去便利商店抢吧 耶 赶快走 结果小明很辛苦的在便利商店排了很久的队 总算皇天不负苦心的他买到门票了 小华小华 我抢到门票了 哇 你真是太厉害了 辛苦你了 我们总算可以去看演唱会了 哦 耶 哎呦 你还好吧 没事吧 还好 太高兴了 不小心呛到了 小明抢到门票了 他们非常的开心 可是在演唱会的前一天 小明咳嗽咳的不停 而且还发烧了 怎么办 身体很不舒服耶 最近很多人确诊 该不会我也确诊了吧 快来 快晒一下好了 嗯 嗯 经过三十分钟后 小明快晒的结果竟然是阳性 开始 跳 我竟然确诊了 是两条线 怎么办怎么办 哎呀 明天演唱会我真的好想去 怎么办 经过了一番天人交战 小明总算做了个决定 小明打电话给了小华 嘟 嘟 喂 小华妈 嗨 我是 告诉你 我 我确诊了 什么 你确诊了 那演唱会怎么办 我好想去 但是 为了安全起见 我还是决定不去了 所以你很不好意思 这样 这样 我们是这么好的朋友 那 那我也不要去了 真的吗 反正 反正五月天明年还会继续办演唱会 我们在一起去吧 哦 好 那我们在夏夜明年一起去咯 是 明年一起去 好的 你有保重 谢谢 拜拜 好好休息 谢谢